Hello, 大家早上好! 我是Tony Choi 今天是2020年5月11日 去年,我有立一張牌位給阿戰吉利伯 我寫的是我的名字,還有賀佳 冤金債主之牌位 然後今年,我有多做一個牌位給我的 已孤的太太 然後啊,我做了這個牌位過後 差不多應該是一個月半左右 然後有一晚 我半夜應該是兩點多左右 我女兒就醒了 我女兒六個月不了,我女兒就醒了 然後我就起來啊,起床 我就去廚房那邊,洗他奶罐 洗奶罐 然後洗到一半的時候 後面啊,給人碰一下我 所以我轉過去看 誒? 我看到我已孤的太太我 然後,我看他 那個時候我也沒有想什麼 我看他啊,我這樣傻傻看著他 他也看著我 然後沒有表情的 然後我跟他講 啊,baby 啊,baby餓了 我先泡奶給他啊 然後我就 他就站在後面看著我咯 然後那個時候我完全沒有感覺 你知道嗎? 完全沒有很平常這樣 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泡奶,放奶 然後這樣吃啊 因為baby的奶不可以這樣吃啊 要這樣吃 吃了過後 然後我就說 你進來房間啊 我跟我已孤的太太講 你進來房間啊 然後 看baby一下啦 然後他就跟我進去了 到跟我進去了過後 他就坐在我的床邊啊 然後 我就去抱baby起來 餵他喝奶 然後我餵他喝奶的時候 我就跟我已孤的太太講說 你看baby很棒棒很Q 每天晚上都會起來喝奶的 然後啊 他也是這樣看著我 也是沒有表情,沒有笑,沒有什麼 然後 好像 有一點點微笑這樣啊 然後過後的時候 我在抱著baby喝奶的時候 又有一個小孩子 小男孩來的 很Q的 也是很小不了的 他就在我前面咯 好像我前面這樣看著我 然後那個樣子啊 很清楚的 你知道這是男孩來的 很Q的,很好看的 又看著我 然後 又跟我笑笑這樣 然後 旁邊這邊 又有一個 小孩子看著我 但是這個小孩子的臉啊 很模糊的 看不到臉的 然後 我就跟那小孩子玩咯 我笑笑咯 我就說 你好 你好 叫什麼名字啊 然後 我就轉過去跟我老婆講說 我已故的太太說 誒,你的寶寶啊 因為那個時候 我這個人都完全不在狀態 然後嘛 半月兩點多 然後我就轉過去跟我 已故太太講說 誒,你的寶寶啊 我很Q哦 然後過後 沒有一下子 我老婆 我現在我這個老婆 她就醒了 然後她醒了過後 我就跟她講說 你看 姐姐來看我們咯 來看我們咯 來看我們咯 來看寶寶啊 然後我老婆也是 看著我也是好像她睡不醒 這樣她就跟我 然後 我就講 喝完了 拿奶瓶去洗一下 我老婆就 借了奶瓶去洗咯 就走出去咯 那走出去了過後 然後 我就 醒來了哦 我嚇到哦 我說誒 我剛才不是醒了嗎? 為什麼 為什麼又醒多一次了? 然後我就轉身看 我老婆在睡覺 我老婆都在睡覺啊 睡到很熟啊 然後我看我寶寶 我寶寶也是在睡覺啊 也是沒有什麼 在睡覺啊 沒有吵啊 然後我就起來 我就走去外面 我看那個時間 誒? 五點了啊? 差不多要五點 差不多要五點了哦 凌晨五點了哦 所以 我就整個人 我就拔頭髮 我就 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剛才 我不是已經醒了嗎? 剛才我是做夢啊 誒? 對哦哦,為什麼 我老婆都死了嗎? 為什麼她會來找我呢? 然後 我老婆 我的太太啊 以前啊 她還沒有 還沒有 過生的時候啊 她是有流產過兩個孩子的 一個是難的 然後一個是不知道的 然後我就想說 誒? 那個寶寶一個男的 一個看不到你 為什麼 會這樣 這樣混合 你知道嗎? 那個時候老實講 我也是嚇到一跳 所以我就 很真 因為那個東西很真 我以為我醒了 原來我是在做夢 過後早上 然後 就打電話給阿章吉吉巴 去問他咯 我就說 這個東西 為什麼會這樣 然後師傅就說 這個是好啦 因為 我有做那個 排位給他 然後 他有拿到工的 所以他帶孩子過來看我一下 來看看我一下 這是證明好咯 所以 老實講 這些東西 沒有經過的人 是不會相信 是以為我在港古 港古樓的 但是如果有遇到的人 有相同經驗的人 他們才會知道 所以 我可以說 很奇妙 很奇妙咯 然後 真的 這個世界上 有after life的東西咯 有after life 這個真的 輪迴之說 是真正有的 因為你沒有親身 去體驗過 完全你是看人家講 你是不會去相信 你說看戲太多 但是真正你體驗過 好像我這種體驗 體驗過的話 你就相信 原來佛說 輪迴 人死後還是有的 是真的有的 好嗎 這是今天我想做video的目的 就是 我要分享 我為我已故的太太 立了台位過後 我的一些體驗和分享 好 也是要 就是 確定一件事 真的有after life的這個說法 不是沒有的 因為 我就是 我就是在體驗過這個 真正體驗過的 因為那個時候很真 很真 很真 真的很真 真的很真 我不會這樣形容 然後我起來了過後才知道說 我原來是在剛才是 捉摸 我是嚇到 今天的video 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的觀看 喜歡我video的朋友 請按like subscribe and share 謝謝大家 也可以加我的微信 yes520 我們可以交流 好,謝謝大家 拜拜